台湾品牌厂华硕董事长施崇堂主持年度股东会 华硕五月营收写下488亿佳机年增23% 社会AI相关产品出货强劲成长 施崇堂强调这是产业百年难得机遇 掌握这个契机让华硕能够退任成为一个全方位AI的企业 今年Computex华硕就跟国际三大科技巨头互动交流 不仅超微苏自丰找华硕站台 施崇堂更担任英特尔执行长季辛格主题演讲嘉宾 回答CEO黄仁勋也到华硕谈位造访 施崇堂看好未来AIPC成为主要趋势 也以Apple公司将AI整合到作业系统 以及微软主打Corpilot生态系 强调台场要掌握设计思维 那现在这一次的话 AIPC的话因为微软也比以前更open 他也知道说就是还需要靠更多大家 而且这一次的那个各种不同大小的脑 会各有各自不同的这个发挥 所以他也把它弄成一个开放的 所以最后的话呢 除了我的之外你也可以用你的model 所以大家各选神通 所以我是觉得越来越精彩 针对活热的AI伺服器领域 施重堂坦言集团切入较慢 但这卯足权力激起直追 华硕原本预期AI伺服器营收 五年要成长五倍 目前看起来有望提前达成目标 新大地市林一堂审慧彤 台湾台北报道 第一案有种如何 但是第一案由董 зак击 有种不在纷紧的 第一案由董休士回避案 您是第一案由董寺回避案 三国 feedback 第二你基本得到